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二季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看主食影片,不妨按訂閱鍵 我們每逢135都會有新影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坦刀利燒雞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材料 有雞腿、薑、蒜頭、檸檬和乳酪 至於香料,有鹽粉、甜椒粉、湖西粉、紅椒粉、黃薑粉、麻薩拉粉和鹽 片尾部份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做法 把蒜頭去皮 再切成蒜蓉 薑去皮 然後切成薑末 把檸檬切半 用中火起鑊,在平底鑊裡加入大概3湯匙油 再加入鹽粉 再加入鹽粉 甜椒粉 紅椒粉 紅椒粉 胡錫粉 黃薑粉 黃薑粉 麻薩拉粉 和鹽 把香料攪勻,炒大約2至3分鐘 然後就可以放入備用 在一隻大碗中 放入蒜蓉 薑 乳 乳 香料 和檸檬汁 再把材料攪勻成為醃汁 然後放入雞腿 然後放入雞腿 把材料攪勻,醃最少6個小時 在一隻焗盤上鋪上一層石紙 再把醃好的雞腿 放入焗盤上 再把雞腿 放入預熱到170度的焗爐 入面焗40分鐘 便完成 可以上碟 在這裏我有幾點要補充 第一點就是我們剛巧不夠紅椒粉 坦刀利燒雞的顏色是偏向紅色的 而我們這次燒出來的雞便偏黃 原因就是加得不夠多紅椒粉 片尾部分食材的份量已經調整 但與此同時 紅椒粉是沒有什麼味道 加不足也不會太影響到味道 第二點就是炒香料的時候要加3湯匙油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是少了 在鏡頭後面又補回 第三點就是 如果你的焗爐可以調節到免火和底火的話 免火用1070度 底火用1050度 我要補充的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者意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知道有朋友喜歡這個菜式的話 就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了屏幕 或者按下面的連結去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都可以去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個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